看一下35这一题 第一个我想这个底边100 这个应该没问题 但是这个斜边两个这怎么做呢 其实前面有画过嘛 好像范例吧前几个就有了 对不对 其实就是什么样 画两个圆 以这个中心点 画一个圆半径为89.5 这个画一个半径44.5 有没有 就有个焦点 这里面是ok很简单 那里面要放什么 他告诉你说要放 正方形一个 要放两个圆形 而且呢 你不能乱放 你要必须怎么样 跟这个切 这个要跟这个切 这个要刚好放这里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里的话会用到 这个也是比例的参考 比例的参考 而且不太不太容易 所以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逐步来看好了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先画出来 第一个我们这个地方底下 这个三角形比较简单 这边的话呢 100 然后再来 画两个圆 两个圆的话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这个是89.5 44.5 44.5 enter 那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线先画出来 把这个 这个三角形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再来 把这两个圆删掉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正三角形 正方形 放到里面 那正方形要怎么放进来呢 然后画两个圆怎么放进来 我想这部分呢 对 这个部分呢 特别注意一定要跟这边要切 放过来 刚好这样 然后两个圆要刚好放在这里 而且也是要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矩形要切 然后跟这两边也要切 那这里的话怎么做 特别注意我们会用到一个指令 就是 就是比例的部分 那比例的这个部分前面有用到 也是一样 比例里面有 R参考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今天我先来做 那个正方形的部分 那正方形部分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多边形 多边形其实就是正多边形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几边呢 正方形是 4 4enter 然后呢 特别注意 我们有内接外接 那他会先有一个中心点 可是我现在是要边 所以输入什么呢 1enter 因为我是给他指定一个边 他帮我画出什么呢 画出一个正方形出来 所以我就以这个看这个边的终点 往下拉一个 先拉一个大概就可以 先拉 然后终点往下垂直的这个焦点点下去 但是呢这个 这个举行位置对不对呢 其实不对 为什么呢 我的位置应该 这个点 应该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点上面去 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点放到这里来 另外放在这里之后的话 它应该会自动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也要把它跟着放大 所以放大之后的话 应该要像这么大 对不对 那这个观念的话 你可以用 啊 所谓的比例 那比例的部分 你可以以这个为基准点 画一条线过来 那这一条线 你会发现 你这样看 他会自动帮你 有点像放大一样 放大 自动帮你放大 因为他沿着这个部分 越外面的话 比例越大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 原来在这里 对不对 他放大之后这个高度 就自动帮你长大 这个是比例 那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用一个比例 点下去之后 我要放大东西在这里 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问你选到 基准点 记得就是从尖尖的这一点点下去 那再来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你的比例系数 请你按一个RN的 RN的参考 那参考的长度部分的话 请你先 特别说也是 比较容易出错的是 1在这里 2在这里 3的话在哪里呢 3在这一条延伸线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在哪里 对不对 3 那怎么办呢 特别说这一点现在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画一条线 这条线可以从这边再延伸出去 才会知道第三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部分先跳开一下 我们先再回来画这一条线 请你在这个地方延伸过来 先点它一下 接下来延伸过去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有延伸线 请你沿着这个延伸线 碰到这个焦点 我们用延伸线的方式来画 点一下 这一条线就会延伸出去了 其实有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从这边画过来 特别说你点到之后 再慢慢沿着这边 它会出现延伸线 你再碰到这边 就会有第三点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第三点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曲型把它放大 用比例选物件一下 空白一件对不对 接下来基准点选这一点 选这一点 然后呢 R参考 特别注意 REnter之后的话 旧的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基准点到这里 然后新的呢 直接就是基准点不用选了 直接选这一点 碰到这边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看到 它就自动放大了 有没有 而且刚好放的位置 就是我要放的位置 它刚好可以在这一点上 而且自动画出一个什么呢 画出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个正方形绝对是正方形 因为我们是只是把它比例放大 并且靠到这个边而已 那这两条线呢 就可以把它拿掉 OK 接下来难题 这个还算简单 比较困难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放两个圆 然后它刚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要切 这个正方形 也要能够切这两边 然后刚好放两个 这个时候呢 就很麻烦了 如果刚好要放两个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空间 你怎么样才知道 我放这两个东西上去 刚刚好才会切在那里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也是用比例的方法 那比例的方式怎么怎么做 其实呢 我们不知道多大 不过我们可以先画一个 比较小的两个圆 一样的圆 所以这里的话 我如果要画两个圆 而且第一个圆 一定要什么 切这两条线 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绘制里面的圆 里面的什么呢 切切半 切切半 你可以什么 切切 那半径先给5好了 比较小一点点5Enter 那第二个怎么做出来呢 其实第二个关系就是指什么 跟它是碰在一起的 所以复制一下 选它一下 空白键 然后从左边的四分点 复制到右边的四分点 再按空白键结束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问题才来了 我要如何可以把这两个圆 放大之后呢 从什么呢 从这一点 四分点能够怎么样呢 放大之后也能够碰到这一点 它的四分点会跟这一条线 是碰在一起的 然后呢又能够保持什么呢 这两个切边 这部分的话呢 就有点难度了 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跟刚刚那一点是一样的比例 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比例的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雷同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要能够把这边放大到这边 那前提特别注意 关键点在哪里 这一个四分点的下方这个地方 就这个点 这个点延伸到这个点 就是这两个圆放大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比例部分 问题就是1在这里 2 3 刚刚是斜的 现在是水平的 那我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如果说你不会追 追踪没有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先画一条辅助线 从四分点画到下面这边 这个垂直的焦点的位置 然后从这边会有个端点 延伸过来这一点 那怎么做 首先也是一样比例 先把这两个选起来 对不对 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 基准点一样是这个 尖尖这一点 然后呢 R参考 R enter 再来就很简单了 1 因为我是选这两个圆的 2 3 有没有看到 刚刚好有没有 放大之后 3 它就自然怎么样呢 一样 因为它是放大之后 所以一定也会切 这两个边 放大之后 因为我从这边延伸过来 所以它的垂直位置 就是四分点的垂直位置 也会刚好跟这个边 有没有碰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辅助线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删除掉 那当然你要 你如果不用辅助线 可不可以做出来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不用辅助线 比如说我们这个辅助线不要好了 比如说 你也是做得出来 那只是说你要用追踪的技巧 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准点在这里 然后 再来的话R enter 接下来的话参考 1 2的话在哪里 这一点往下追 在这里 点一下就可以了 3的话在这里 一样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第二点的时候 你要先 先追那个 四分点 再拉下来 记得一定要看到那个虚线是垂 一定有十字的 两边都有虚线 你不能只有一个一边有虚线 一定要两边都虚线 第三点就点这个也是一样可以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这一题会的话 你那个下一题36应该也会 因为36 跟这一题也有点点类似 有点类似